大家好 今天牧师要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猪和狗 欢迎大家上线 你和睦一起 coffee bread 猪和狗 那你说 牧师你搞什么东西 今天要讲猪 讲狗呢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耶稣讲的 耶稣用猪和狗 来表达他的一个概念和思想 那非常有意思 那在过去我们看到 用了很多经文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 特别是在耶稣的教训里面有一些难解的经文 那这里有什么难解呢 猪与狗 那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 第七章第六节 你可能说 牧师这算是难解的经文吗 难解的经文吗 那 如果大家有圣经 我们不在这里讲 第一到第五节 那如果先看马太福音 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 你看到 第六节之前的五节圣经 耶稣讲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明白的 他说你们不要批评人 不要批评人 不要论断人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不要论断人 不要批评人 但是呢 一转到第六节 还有用了另外一种的口气来表达了 他说 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珠前 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我再念一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 前面第一到第五节 都是讲不要论断 不要批评 不要论断 不要批评 突然间到第六节的时候 他好像在论断也在批评 他说你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珠前 恐怕他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其实呢 其实呢 你看到耶稣在这里讲的狗和猪 他是影射一些人 他不是真正讲猪 不是真正讲狗 他只是用这些动物来影射一些人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 耶稣是不是有点批评别人的味道 讲别人是猪 讲别人是狗 如果别人讲你是猪 讲你是狗 你高兴吗 耶稣的确是用了这个比喻 来表达他的一个看法 是针对人 其实他不是单单针对猪和狗 他是用这个表达的 暗示他背后要讲的人 当然有一些学者就认为 他讲的其实针对这些的法利塞人 还有一些文士 特别针对他反对耶稣的这一般 宗教人士 第六节这些圣经 特别这里谈到圣物还有珍珠 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对吗 圣物 当然就是圣殿里面的一些的圣物 所谓的holy stuff holy element 珍珠 大家知道何等的珍贵 各位 在这里到底耶稣在讲什么 其实主 祂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看法 一个内容 什么东西呢 狗 猪 你给他这些东西 圣物和珍珠 请问 狗和猪可以吃 甚至可以消化吗 消化 可以吗 肯定不可以 他们觉得这个不好吃 他们要吃的是他们的食物 猪要吃猪的食物 狗要吃狗的食物 怎么会吃 怎么会吃这个珍珠呢 就算他 放在口里面他会突出来 对不对 但是耶稣却是这样讲 那到底什么意思 他很难消化 狗很难消化生物 猪也是很难消化珍珠 不能够消化表示什么 表示 就算这些东西 生物和珍珠有多好多珍贵 对于狗来讲 对于猪来讲都没有用 不会吸引他们 甚至 但是耶稣说你要小心 他转过来会咬你一口 这个勾力 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一种 人性的状况 弟兄姐妹 很有意思的 一种封闭 拒绝的一种状况 甚至也有一点麻木的状况 对什么封闭 对什么麻木 对什么拒绝呢 就是对福音 对耶稣基督 特别是刚才讲的 针对这些法利塞人文士 也就是说我来到你们当中 黑暗却不能够接受光 还记得吗 约翰福音那里讲的 甚至 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这一班的人 所以今天你传福音 福音本身就是圣物 福音本身就是珍珠 人不能够承担这一种的 所谓的那么硬的一种的食物 那么珍贵的一种食物 它没有办法笑话 都是拒绝拒绝拒绝 甚至反过来讽刺你笑你 是不是今天你和我传福音就面对这种问题 为什么能不能够接受 就是人性的一种的状况 封闭 拒绝 然后有点麻木在当中 甚至有时候会转过身来 讽刺你笑你 你这个人也信耶稣 你那么落伍 你什么东西 今天还有人相信有神 你看到吗 真的是这样子 这种前面 严格讲起来 甚至把你杀掉 你们看到很多宣教师 就是在这种圣山野岭里头 传福音给这些所谓的土人被杀了 被杀了 反过来咬你 反过来杀你 其实耶稣讲这句话 你可以看到 他不是否定了他全面五节所讲的 一到五节说不要论断人 不要批评人 其实他第六节是 马上让我们面对一个现实 就是传福音 其实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不要以为很容易 因为人性的问题 拒绝 不能够笑话神的话 不能够笑话福音 不能够接受耶稣 麻木 对福音麻木了 不但是这样子 他会转过来 伤害你 攻击你 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耶稣讲 猪与狗 是很有意思的 他是表达了今天 我们信仰 其实是面对很大的主力的 如果要传播 传递这份信仰 真的需要很多的忍耐 还有很深的技巧 来传福音 好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分享 你可以在以下的留言区分享 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